如果跟你說,加拿大有份work from home的工作 人工不錯,複利好,而且好熱入行,你會不會想做呢? 這條片很難得邀請兩位同行的朋友和大家聊聊天 如果想知道的話,記得看到最後啦 趁天氣這麼好,約了朋友一起去摸魚 不是偷懶那隻,而是吃東西,一起填飽了肚子再說啦 玩快就到餐廳了 因為朋友開車,所以去遠了一點,在Scarborough吃 這間餐廳的裝修和環境都蠻漂亮,平日7點來到已經坐滿人 剛好有個夏季海鮮大排檔,今天就試試它啦 看起來也有很多海鮮選擇,好像蠻不錯 等了一會就有得坐啦,好幸運地職員安排了我們坐在卡位看著日落 Scan QR Code就可以落單,讓我看看有什麼吃 這個夏季限定大排檔Menu最便宜4元起,還有15,18,24元區 Menu超長,超多選擇,甚至比我看到牛蛙 不知道有沒有人懂得龍套煮這種魚,它是最財富貴的寵物魚 但曾經就傳出一個搞笑的烏龍,煮了它來吃 快就到了,第一道菜是爆炸火箭,魷魚也是我最期待的一道菜 魷魚和韭菜西芹一起炒到掛汁非常香 好熱啊 魷魚的size都比想像中大,而且冒煙很棒 魷魚非常滑和彈牙夾起它的時候還在滴汁 好熱啊,很炸,很爛,很爛 好吃到你人讚不絕口,真的一定要叫 在我吃的時候,菜都越上越多 真的很幸福,久久沒吃過這麼多海鮮 這個香辣花甲,是每次我看到都一定會點的菜 它的份量都挺多,花甲是一隻隻的疊高 而且粒粒都很飽滿,而且肥大 未吃就已經看得出它非常入味 吃下去淡淡肉,而且辣得剛剛好,真的很好吃 接著我們還點了鴨血麻婆豆腐 豬紅就見得多,鴨血就少見了 鴨血和豆腐都切到一粒粒磚仔 吃下去又辣又滑 兩者的汁感都是很滑,非常之適合 大家看到想不想吃呢? 不能吃辣的朋友可以在下單的時候 給小辣中辣自己選辣度 好菜當然少得白飯了 然後終於到我們的主角燈獎啦 它是店員推薦我們今期最多人吃的 剁椒精羅菲魚 店門口有個大魚竿 有很多魚呀,龍蝦 每次有order就會即足即煮 保證味道新鮮,魚都很聰明 我們看著師傅捉了一會才捉到這條很沙漫的羅菲魚 等了一會 這條新鮮湖潑的羅菲魚終於蒸好了 不知道大家吃魚最喜歡吃哪個部位呢? 我就最喜歡吃魚的肚腩 因為這個位置最肥美 吃下肉質也很滑 吃完正餐當然也不少甜品 我魚都有很多特色的甜品 而我就點了兩個客人限定的甜品 分別是很漂亮的玫瑰荔枝冰粉 和京都抹茶雪花冰 有很多爆爆豬,椰果果凍 而且冰也很綿 剛剛吃完辣和熱的食物 現在吃了凍食物真的很爽 看起來像紅豆 其實是爆爆豬,口感超特別 這個正常滴透的粉紅色冰粉 也是我第一次吃 吃起來就像啫喱一樣 喜歡喝酒的朋友可以在9點之後 叫本地啤酒 只要兩個九壺九滋 適合夜晚同朋友來這裡 邊吹水邊吃宵夜 片頭的時候就和大家說 這頓飯邀請了兩位同樣的朋友來 在加拿大易入行 可以remote 而且人工都相當不錯的工 給3秒的時間給大家想想 3、2、1 現在就和大家開股 銀行的call center 以我所知 雖然他們倆都是回銀行 但其實模式都有點不同 我是回full time permanent 而他是回contract的 我現在就回了大概一年多些 他就是半年的contract 還有一個星期就結合 為什麼是半年的contract這麼短的 因為這個是那間銀行定的 到期的時候我們contract可以選擇 逐不逐約 但是也要看回銀行 要不需要再請人 他會不會幫你續約 始終那個決定權都在他們身上 而我覺得最大分別 contract和permanent full time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 permanent他們有 假 有績 有annual leave 和personal date 但是contract 是接近沒有假的 因為假設你有什麼不舒服 家人從香港過來探望你 來得多人多 但是你都只可以申請unpay leave 或者可能你有時就要請下 會 leave 雖然那天不是不舒服 對 所以這些就是最大分別 我們contract沒有什麼福利 permanent 其實他有什麼感報的福利 一年就有十幾日的annual leave 之外還有八外幾日的personal day 就是如果你想請假 又突發事 但是你用不到annual leave 就可以用personal day請 還有如果病了那些病假 都會是有pay的 那其實夾搭萬一年 是不是大約有二十日間左右 差不多都有 還有他最好就是可以work from home 那就是work from home 大家都喜歡的 這點真的很吸引 以我所知好像work from home 的工作 好像會不會公司給你一個budget 是給你買一些抬袋等等的東西 這個我想應該是視乎每一間公司 而我這間就是它會直接給一部 電腦和電腦和所有器材 就是keyboard mouse或者耳機 你不介意說一下人工方面是怎樣的呢 人工方面就會因應你屬於哪一個部門 那大概就會是四萬至五萬元的 都幾不錯 對 但是contract就會是有少少不同的 對 contract是會用時薪計 譬如department 應該都是24至27 哦 如果27的話其實都幾高 是啊 因為作為一個如果想進入business 行業或者銀行業的話 這個已經是一個比較容易入手 和人工也都不錯的移民工 嗯 那我想問你們兩個有沒有一些business 或者回過銀行的背景 不是讀business的 就是零business的底 那都是過到來 剛剛過到來的時候看到 他call center請很多人 所以就apply 還有因為主要我們是懂得 就是除了英文之外 有廣東話和普通話 所以這個是call center 來講都是一個請人的優勢來的 相信很多觀眾其實都會覺得 call center這份工是幾好 人工又不錯 又可以work from home 但是很多都是擔心自己英文 未夠班可以回到 什麼tips可以給到他們呢 最重要不要害羞 因為香港人講英文 很多都怕 grammar錯 所以我們經常都好像 不敢說英文 但是其實 只要你敢說 簡單的意思去形容 不需要用到很漂亮的字眼 人家明白就ok了 所以最重要是有信心 不要怕他講英文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講了很多銀行的福利 當然有些東西你要明白 所有工都是辛苦的 銀行 我們做call center的時候 都要開一些戶口 去認識那個target 如果認識不到的話 Manager就可能會找你聊天 都有些數目要追 所以要自己去想清楚入行 其實call center都有一點出名的 就是很經常被人罵 那是不是真的呢 沒錯 正如我剛剛所說 每份工作都辛苦的 我們call center 有時候客人不高興 你不見了一張信用卡 那當然打過來是很燥底的 我們明白 但是就會有時候被人用髒口問候 所以做call center 你有壓力 有負面情緒 還有當你manager追 叫你追target的時候 那些壓力湧過來的話 你要有一定的EQ 還有那個心態要放開一點點 所以每份工都辛苦 但是大家要努力生活 這份工其實根本的性質已經是要對人 對人的工種不同IT工 IT工都是要對人 但是他個人時間可能會長一點點 但是我們call center 這個根本請你回來就是對人 去答別人問題 幫別人解決煩惱 當別人不高興的時候 客人不高興 自動發洩了情緒在你身上 這些你一定要受的 因為你不能斷他線 斷他線就被人解決了 所以他線會立即被人解決 一定會被人警告 不會立即解決 就算被人罵都要很客氣地說 先生不要說髒口了 說髒口就需要斷線了 即是可以給他們警告 對 我們不可以立即切線 要警告一次 他不聽我們才可以切線 我也明白 因為你無緣無故上班 你不預料被人問候全家 不開心就一定 但是真的不要放在心裡 分量包埋 我也覺得大家要對事 不要對人 其實他們都是代表公司 但這件事解決不了的時候 真的無謂把氣發洩在別人身上 我有壓力 你有壓力 你有壓力 你幹嘛挑釁我 你喜歡你這份工作嗎 對我來說 因為我都上過其他工作 人工銀行儲用 是比普通的工種高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來到加拿大 我們可能都要從事一些服務業 或者比較容易入行的工作 所以銀行這份是比較好的人工 他有 所以我還是暫時先做 然後存了一些經驗 管理經驗 然後再轉出去 好啊 好啊 好 多謝你們今天和我們一起吃飯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continu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